巴基斯坦内部动荡,中巴合作面临挑战 巴铁想发展,就不能直看中方的付出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中方特使刚落地,巴基斯坦就传出一声巨响 近日中国高级特使赫立峰受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 专门前往了伊斯兰堡 参加中巴经济走廊,成立十周年庆典 然而就在赫立峰刚刚落地后不久 巴基斯坦百步就传出一声巨响 据了解这声巨响来源于一场自杀式的袭击 事件发生以前,某个联合政府党团 吉北号核心成员挤在一顶巨大的营帐下面 召开政治集会 然而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却直接让机会的氛围 由原先的欢快转变为恐怖 袭击发生以后,营帐的一边瞬间就发生了坍塌 到处是残肢断壁 据巴基斯坦警方的初步调查 这场自杀式袭击当场就造成了超过四十人丧生 以及一百多人受伤 而这些人之所以会聚在一起 是因为巴基斯坦大选在即 国会也将于数星期之后解散 所以该党团才会召集核心成员发起一场政治集会 准备为接下来的竞选活动造势 从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披露的信息来看 这次政治集会突然发生爆炸事件 这背后肯定是由组织进行实施的 巴基斯坦内部动荡 爆炸事件难以断定幕后黑手 有可能是被袭击党团的政敌 也有可能是击毁某个参与者的敌对势力 甚至不排除是某些境外势力在背后使坏 但具体是哪一方面 现在确实很难断定 一方面目前巴基斯坦内部的局势 可以说动荡不断 各党派之间为了给竞选活动造势 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 另一方面这次的爆炸事件 造成了那么多人的伤亡 谁也不会愚蠢的去承认 这一点哪怕是境外势力也一样 所以这起爆炸事件 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不了了之了 巴基斯坦想要得到发展 就不能光看中国的付出 说归正题 在联合政府党团核心成员之间的聚会中 连基本的安保工作都难以得到保障 这说明了巴基斯坦当下的安全形势 究竟是有多么的差 这对中国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无论是中国频繁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援助 还是一带一路倡议 在巴基斯坦内部不断推进 这都是中巴关系长久以来的一种良好表现 这说明中国愿为巴基斯坦经济建设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推动两国间的合作和交流 可是巴基斯坦要想发展的话 就不能只看中国的付出 最近这几年里巴基斯坦境内频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这种行为不管是对巴基斯坦内部的稳定 还是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这种负面的影响势必会让未来中资企业 对巴基斯坦的投资更加小心 同时也会给中巴之间的这种合作带来某些不确定因素 从而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正常运行 中国从来都不插手 塔国事物 所以针对巴基斯坦内部的矛盾 我们无法做出判断 但我们由衷的希望各个党派之间 为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 能为中国营造出一个安定团结的投资环境 若要不然 再且的关系 时间久了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关注尹华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